面對所謂科技時代 運用科技風範犯罪是操流 為了強化治安以及維護環境的經濟 保理町公司從去年去為特長島優算 是在混沌所謂減死器系統 今年緊張在減死器的範圍 確定到平安地区 傳染整個保理町的安全妨礙 蘇基民安基六甲 無情已經完成第一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中在11月月底鑽工 未來要強化治安以後環境政策 保理町公司委託中島優算電視 建立混沌所有減死系統 今年11月底 就能完成三百空八戟的減死器 我們一百十年 總共有九十六戟的警察 一百十一年 總共有兩百十二戟的警察 總共有三百空八戟的警察 透過我們網路 雲端的科技 把我們保理 重要的街道路口 形成一個環狀的蜘蛛網 不管是對地安 還是對我們的環境清潔 亂倒垃圾其實有很大的功能 尤其是我們一百十年 做九十六戟的警察 在地地沒有一年的時間 分球去投 透過這個警察 來破案 都有遭過百萬 所以說這很需要 保理町 環境的混沌所有減死器系統 說說感謝南東 管理會議長 副議長 這幾年對這個環境 我們提案 做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呢 非常感謝我們的環境 證明代表會 大家全力的支持 未來在縣政府的部分 我們所有的議員 也會一起來支持建制 那我想 我非常期許我們鋪裡 它的交通 跟自然的狀態 能越來越好 那有助於這樣的一個設備 來更廣泛的建制到 鋪裡的每一個角落 這次中島優雜 運用共簽線路的信號 提供高品質的影響 並且可以利用手機的APP 即是減控公共空間的狀況 如果如果剛才到國中 也可以馬上拜託 這一次我們鋪裡鎮公所的雲端監視系統 最重要的就是 透過我們的一個光線BPM的網路 它可以在資安很安全的情況之下 可以去做一個傳輸 而且本市系統 我們中島優雜又提供了五年的一個 全部的一個保固服務 相信未來協助 健康強化保理電的提案 還有以後的環境政治 將有很大的幫助 接下來有歡迎 插航報導